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辈子跑到教会里面去说 不 我偏要做牧师 你到最后就是没有价值嘛 因为那不是他要我做的事 祝福你能够知道 什么是神在你生命当中 要你所做的事 这几天我们分享到 约瑟重新和他的家人能够相见 而在这个相见的过程当中 享受很大的喜乐 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 这一分别 上帝使一个当年那个 爸爸妈妈心肝宝贝的孩子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可以承担许多神对他生命的托付 而在雅各 也就是约瑟的父亲晚年的时候 他在晚年的时候 跟约瑟交代 他说我渴望你替我完成 这些我心中的一些愿望 约瑟答应他 约瑟也启示说好 我答应你 然后在圣经里面 有这样一段记载说 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雅各 雅各就坐在床上 然后敬拜神 扶着帐头敬拜神 他有一个帐 他坐在床上 扶着那个状头敬拜神 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了 可是这一生靠自己抓抓抓的人 到最后他发现 最聪明的方法 真的就是回到神的恩典里面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在看《创世纪》里面 有关于雅各这个人 我真的觉得 他好像一匹野马 他是一匹猎马 一匹野马 一匹千里马 你知道越是聪明的 越是能干的 越是有力量的 越容易靠自己 因为他觉得我行啊 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一生都靠自己抓抓抓 他所想要的 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去抓的 而他真的也很聪明 绝大部分他都抓到了 但是问题是 到他晚年回过头来看 他发现他一生做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抓住这位神 所以当他交代完他的 生命当中的后事的时候 谢谢主 他在床头敬拜神 他承认 我再会抓 没有用 必须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我拼命抓 我要靠自己 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自己得负责 但是即便聪明如雅各 他也发现 他没有办法负他自己的责任 你也是一个抓的人吗 你也是一个觉得 我真的很聪明 我也很努力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 好多的时候 我再聪明再努力 我的手能做得非常有限 今天主也呼召你 把你的困难 带到神的面前来 伸手 抓住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